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飛鷹 又到了我們的時事系列 知識識系列一奧奧奧太太 目前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新冠肺炎 目前扣掉數據感覺有造假中國之外 確診人數最高的國家是美國 總共已經有高達19萬人死亡 死亡者雖然死亡率最高的 卻都是義大利 到4月2號為止 已經死卻13000多的死亡率超過10% 但到底為什麼義大利的死亡率會那麼高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事實上義大利是最早對抗新冠肺炎的歐洲國家 在1月30日出現第一個確診病例之後 義大利就宣布和中國斷行 1月30日宣布6個月的緊急狀態令 卻因多重因素作用之下 義大利雖然比別的國家多了將近40天的防控黃金期 結果還是讓義大利疫情失控了 以下我整理出這台新冠肺炎疫情在義大利失控的幾個原因 來跟大家做討論 1. 義式封城和中國式封城大不同 義大利在3月8號的凌晨2點宣布封城 雖然宣布封城 但事實上義大利的封城和中國式封城是非常不一樣的 義大利的封城只是命令所有的學校停課 公共場所關閉 體育賽數可以舉行 但不能有觀眾 而且義式封城並不禁止人員上街 吃館子 購物 家人朋友聚會開Party 餐廳和酒吧 咖啡館都是造航業的 2. 義大利的風俗習慣 在義大利有不少習慣是會跟人近距離接觸的 我整理了義大利的4個習慣 看完這些習慣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肺炎會在義大利傳染開海了 習慣1. 義大利人很重視親情和友情 見面不僅會來個熊抱 也一定會臉貼臉和親吻臉頰 習慣2. 和習慣與人保持1公尺距離的 奔蘭人不見面不同 義大利人喜歡近距離聊天和肢體接觸 也因此有利病毒的傳播 習慣3. 廣場文化 廣場文化是義大利非常重要的特色 義大利人非常健談 而且特別喜歡到廣場圍成一個又一個的小圈圈聊天 一聊就是一兩個小時 據華爾街日報指出 已經封城的米蘭 大教堂前面的米蘭中心廣場 和沿河許多的露天咖啡館 卻都還是坐滿了人 習慣4. 對病毒的威脅認識不足 沒有防疫觀念 甚至有小鎮示威抗議 封城還有戴口罩的要求 戴口罩的人被社會歧視 同時 馬召威爾舞召跳 你知道就是不願意戴口罩 戴口罩被歧視 這個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新聞 官員戴口罩一樣被笑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穿特別嚴重的很重要的原因 3. 中央領不出羅馬 意大利儘管有中央政府 但地方分權個性欺質 甚至有的地方政府根本不理會中央政府 讓意大利難以協調統一 貫徹標準一致的防控措施 疫情也嚴重打擊意大利最大政黨 極右名粹的聯盟黨 該黨的民調因為防疫不利而直直落 聯盟黨籍的威尼托大區區長 雜雅2月底還曾脫口說出歧視性的言論 稱由於中國人愛吃生老鼠 所以新病病毒才會從中國流傳 種族質疑思想遭到抨擊後 就火速道歉了 對不起我錯了 就像這樣 破音 對不起我錯了 すみません 就是這種感覺 4. 公共醫療系統老化 醫療物資嚴重短缺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 歐元區經濟受創 特別是義大利 先後經歷了金融危機 主權債務危機 歐元區實施嚴格的預算赤字政策 義大利不得不縮減預算 公共醫療衛生系統的預算 當然也被大幅的刪減 導致醫療體系能量縮減 最近五年 義大利有758個醫療機構關門 醫生和務事各短缺五萬多人 如今疫情發生 醫療系統崩潰 就是疫情失控的重要原因 因為他們本身的醫療物資 就是不夠的 醫療人員也是不夠的 那這樣怎麼治療病患呢 5. 人口嚴重老化 義大利是人口老化最嚴重的歐洲國家 在全球僅次於日本 而老年人又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危險族群 根據義大利政府數據 死者大多數男性 我也是男的 年紀大約在80到90歲 幸好我沒有那麼老 並且在檢測到感染新冠肺炎之前 就已經有嚴重的健康問題 包括癌症或是其他慢性疾病等等 OK 那以上五點是我整理出 為何義大利死亡率會如此高的重要原因 當然如此嚴重的肺炎疫情 也會直接影響到的就是義大利國內的經濟 根據美國全國公共電視台NPR報道指出 病毒肆虐的直接影響是前往義大利旅遊的人數奏獎 義大利的旅遊收入在全球排名前五名 旅遊收入是義大利彌補國家收支逆差的第二大來源 從這邊你就可以知道旅遊收入的減少 對義大利經濟會產生多麼大的影響 像是熱門觀光景點西班牙街梯 一整個早上就只有兩個人路過 那有名的破船噴泉周圍空無一人 過買精品必經的孔羅地街也是空蕩蕩的 根本沒有人敢去 因為大部分人目前都在出來鎖成的情況下 所以每一國的旅遊收入都會受到影響 尤其是像義大利這種靠旅遊收入吃飯的人 真的是非常慘 根據義大利國家旅遊業聯合工會估計 直到五月 義大利可能會蒙作超過80億美元 大約台幣2400億元的觀光審視 我自己在整理完資料後 對於義大利的死亡率和死亡人數也嚇了一跳 因此也更了解台灣在這次的新冠肺炎防疫是做得多麼成功 也很感謝這次為了新冠肺炎勞心勞力的人們 最後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口罩預購系統 從4月9號起每14天可以購買成人9片或是兒童10片 二冷氣以內可以寄30片給海外親屬 兩個月內同一個人獻寄一次 海外同一個人獻收一次 那接下來要教大家如何預購口罩 首先下載全民健保系統快預通的APP 下載後開啟APP 點選口罩預購 第一次使用口罩預購系統的朋友 需要做個人資料的驗證 把他要求的資料都填完後 回到主頁面 再點選一次口罩預購 點選預購登錄 進去後把收貨資料和想要寄口罩的超商填一填 按確認送出 預購成功後就會出現預購登錄成功的字樣在上面 這樣你就完成了 這樣你就可以省下許多排隊的時間 也希望大家可以善用這個系統啦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整理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 我們下次見 掰掰